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春世从来就不是个必然的战场 风云突变是这样的事情 连连续58个月的夺得SUV销售市场冠军的长城哈佛H6 都遭遇了销量下降的窘境 那么其他品牌的汽车肯定面临的情况更加严重 而长城旗下的高端运派WE外也遭遇了销量滑铁路 1月VV5和VV7两台车销售量双双破万 而2月两款车加起来也才一半的销量 相当于销量缩水一半 而他们正对手领克01也仅仅与他们相上了2000台销量 而造成这几款车销量如此惨淡的原因是官智武降价 官智武的口碑一向也比较好 所以也比较受消费者青睐 而近日官智推出了一款新车 2018款官智武 这款车的造型充满时尚气息 车身长4600毫米 宽1800对9毫米 高1676毫米 车续达到2710毫米 空间上非常宽裕 而在价格方面 2018款官智一上市 就比老款减少了近3.5万元 最低价仅为14万元左右 而在外观方面 2018款官智走的是简单大线路线 前载造型变得圆圆 近几格山采用了大量的银色材料装饰 格山两侧各安排了一组LED大灯 使这款车显得充满科技感 而在内饰方面则非常简约时尚 分区十分明确 而这款车最大亮点 是采用了哥特拉克双离合变速箱 加速有力换挡十分顺畅 并且在内酒性方面采用了过热保护 更好的保护爱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in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